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自然交响诗 2.莫扎特喜欢你的甜蜜告白 3.巴哈双小提琴协奏曲的弦上对话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自然交响诗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这可是一部让人听了就想穿上草鞋,跳上草原的音乐佳作 这部作品正是名称是交响曲第六号,作品68 但它的出号田园可不是随便曲的,这可是贝多芬亲自命名的 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自然情怀 首先,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贝多芬这位老兄,虽然在音乐史上是个大名鼎鼎的怪咖 但他对自然的热爱却是不折不扣 田园交响曲创作于1808年 这时候的贝多芬耳朵已经开始不太灵光了 但他的心灵听觉却比任何时候都敏锐 这部交响曲共有五个乐章 每个乐章都像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象的画作 或者说是一首无字的自然交响诗 第一乐章,田园风光 这里有轻快的旋律 就像是贝多芬带着我们走进了一片绿油油的田野 阳光明媚,小鸟在歌唱 贝多芬可能还在一旁悠闲地秀着野花 第二乐章,西流旁的场景 这里的音乐流动缓慢,宛如小溪缠缠 贝多芬可能在这里打了个盹 梦见了音符在水面上跳跃 第三乐章,快乐的聚会 这里的节奏活泼 贝多芬带我们参加了一个乡村舞会 大家手舞足蹈 连贝多芬自己都忍不住扭了两下 虽然节奏可能有点跟不上 第四乐章,雷暴 突然间,乐曲变得紧张激烈 贝多芬这时候展现了他的戏剧天赋 让我们感受到了雷电交加的气氛 彭扶下一秒闪电就要劈在钢琴上 最后,第五乐章 穆哥,雷暴过后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贝多芬用温暖的旋律告诉我们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鸟又开始唱歌 农夫们又开始工作 而贝多芬 也许又在哪个角落里 开始构思他的下一部杰作 总之 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 它更是一次心灵上的乡村之旅 每当我们疲惫于现代生活的喧嚣 不妨放上这部交响曲 让贝多芬带我们逃离都市的钢筋森林 回到那片辽阔的田园风光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莫扎特喜欢你的甜蜜告白 啊,莫扎特 那位音乐史上的神童 他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到既崇高又亲切 不过 当你提到莫扎特的喜欢你时 我不禁要微微一笑 因为这位大师似乎从未 直接写过一首名为喜欢你的曲子 但这部妨碍我们用一点想象 来创造一个关于莫扎特的甜蜜告白的故事 想象一下 如果莫扎特真的写了一首《喜欢你》 它可能会是一首充满了 维也纳古典风格的小夜曲 旋律优美 和声精致 充满了18世纪的浪漫气息 莫扎特会用他那巧妙的手法 将音符编织成一封情书 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心跳的跳动 每一个和弦都像是爱意的拥抱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莫扎特坐在他的钢琴前 头上戴着那个时代的假发 当然是精心打理过的 他的眼睛闪烁着调皮的光芒 他开始弹奏 而这首《喜欢你的旋律》如此甜美 以至于连他自己都忍不住 要对钢琴做出一个深情的鞠躬 他的猫 我们假设他有一只猫 也被这旋律吸引 从他的睡垫上跳起来 优雅地走到莫扎特的身边 用他的小爪子 轻轻地按在一个低音键上 似乎在说 我也喜欢你 主人 当然 莫扎特的真实生活中 充满了各种爱情故事 他与妻子康斯坦泽的爱情 是众所周知的 他们的书信交流中 充满了甜蜜和幽默 如果他真的写了一首《喜欢你》 很可能会是献给他的 也许会包含一些私人的笑话 或者是只有他们俩 才能理解的内部玩笑 最后 虽然莫扎特没有留下名为 《喜欢你的》的作品 但他的音乐 确实包含了许多爱的告白 从他的歌剧到他的钢琴协奏曲 每一件作品 都是对美好事物的赞美 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那些 他所珍视的人的深情告白 所以 即使没有 《喜欢你》 我们仍然可以在 莫扎特的音乐中感受到 他对世界的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哈双小提琴 协奏曲的闲上对话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约翰 塞巴斯蒂安巴哈 尤哈 《沙巴斯蒋把克》的 《双小提琴协奏曲》 这部作品是巴洛克音乐的瑰宝 也是小提琴文献中的经典之作 这部协奏曲的正式名称是 《地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BWV1043 它是巴哈为两位独奏小提琴 和《闲乐团》所写的三月章作品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巴哈 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 还是一位音乐的大厨师 他的作品 就像是精心烹调的盛宴 每一道菜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 旨在满足你的听觉味蕾 在《双小提琴协奏曲》中 巴哈将两位小提琴独奏者 设置为一场精彩的音乐对话 他们不仅要与对方交流 还要与闲乐团进行互动 这场闲上的对话开始于第一乐章 两位小提琴独奏者轮流展示他们的技巧 就像是在一场音乐辩论赛中轮流发言 他们的旋律线条交织在一起 有时候是和谐的 有时候又像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争吵 这就像是两位老朋友 在辩论谁的葡萄酒更佳 而闲乐团则像是旁观者 不时地插入自己的意见 到了第二乐章 气氛变得温馨而深情 这里的对话就像是在烛光下 共进晚餐的恋人们旋律缓慢而充满情感 小提琴之间的对话充满了爱意和理解 这一乐章常常被语为 是巴哈最美丽的慢乐章之一 它的旋律就像是时间暂时停止了一般 让人沉浸在这份宁静之中 最后第三乐章是一场欢快的舞会 小提琴独奏者们似乎在比赛 谁的舞步更加轻盈 这里的对话充满活力 就像是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 每个人都在轮流展示自己最好的舞蹈 闲乐团在这里不再是旁观者 而是变成了舞会的乐队 为这场欢乐的对话提供节奏和能量 总的来说 巴哈的双小提琴协奏曲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社交活动 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角色和时刻 这部作品展示了巴哈座位音乐大师的巧妙手法 他不仅创造了美妙的旋律 还精心编排了每一个音符之间的对话 这就是魏式魔即使在数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被这部协奏曲所吸引 他的音乐对话跨越了时空 触动了我们的心灵 总结来说 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展现了他对自然的深深热爱 而莫扎特的《喜欢你》 则是我们对他的爱的想象故事 巴哈的双小提琴协奏曲 则是一场弦上的对话 展示了他作为音乐大师的巧妙手法 这些作品都是音乐史上的瑰宝 它们展现了作曲家们 对音乐的热爱和创造力 我们可以从这些音乐中 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和想法 并且与他们一起享受音乐的美好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 请在下面的留言中与我们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